今天我們有三位同事 中間的位是衛生堂的中心總監曾鴻輝醫生 旁邊有另外兩位是政務處處長 另外就是憑政處處長墨爾廷女士 首先我們請曾醫生跟我們檢查一下 在新疆總部發現吞吐人幹菌的調查診是怎樣 先請曾醫生 好 多謝大家來到 我主要負責的部份就是一些化驗的結果 還有一些醫學上的資料是給大家的 正如我昨晚也留意有個記者會 我們是初步在化驗的樣本裏面 水樣本有九個地方找到退伍軍人的幹菌 這些地方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辦公室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辦公室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辦公室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辦公室 以及保安局局長辦公室 裏面的私人的洗手間 是私人的洗手間來的 除了以上的地點之外 亦都有其他的樣本 是我們找到區埋軍人幹菌的 包括是立法會綜合大樓的 營會廳廳廚房水龍頭 政府總部一樓食堂廚房水龍頭 以及在東座二樓平台有一個咖啡室水龍頭 這九個地點就是我們初步發現到 有退伍肝瘟幹菌的地方 我也想在這裏說一說 這些是初步的結果 我們去到這個星期尾或下星期頭 就會有最後的發言報告 我也不排除去到最後的發言報告 會有其他的地方 都會有個菌生出來 這個我們要等到 可能今個禮拜日左近 我相信我們就會有最後的發言報告出 接著我都講一講報告的重點 退伍軍人幹菌本身是一個 自然存在在水的細菌 很多有水的地方 其實自然我們都會找到這個幹菌 至於在一些 比如說外國的民獻 或者我們本地經驗 都偶爾會在一些水源 或者甚至是水龍頭 出現這個幹菌 根據我們自己香港以前 比如說有一些退伍軍人證 我們去做一些家訪 拿一些水板 大概百分之幾 去到百分之十的水龍頭 都曾經是驗到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不是一個第一次發現的情況 外國也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我們現在都用的標準 可能大家看的新聞稿都知道 每毫升不希望多過0.1 至1個所謂的菌形成的單位 其實這個數字這個標準的作用 就是清洗消毒的意思 不代表如果超過這個標 即時有一個退伍軍人證的大爆發風險 不過如果我們發覺它有個菌 而可能會超過這個標準的話 就代表有需要在消毒和清洗的程序上 去做一些功夫 講起清洗消毒的程序 所以我都要特別一提 就是我們剛才所提取的樣本 就是在12月29日和30日主要提取的 這個就是之前的樣本 其實之後過了幾天 一人間建築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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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效能達到的話 就應該之前那些結果 就不代表反映我們現在的風險 所以這裏一人加密會有一些補充 在接下來 譬如說我們當做完整體的消毒工作 或者是清洗工作之後 我們亦都會再拿一些水板去驗一驗 看看那個退伍軍人的幹菌 是不是已經下來 或者是回復正常的狀態 還有一件事我們都會跟進去做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都很明白 有一些同事可能在天馬南 無論是東液或西液 甚至是立法會大樓的同事 都跟我們反映他們 都有一些對退伍軍人證的疑問 是想解答的 所以為此我們其實有幾件事做了 第一我們有一條熱線電話 電話是2125-1122 歡迎一些問題 問上去我們會有專門的醫生 和姑娘解答的 由這條熱線電話開到現在 我們應該大概有17個這些層信 除此之外 我們都要跟我們的員工有充分的溝通 令他們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需要做什麼留意的工作 其實早在10月28日 行政處長已經出了一個電郵 提醒員工 我們現在有一個個案 退伍軍人證的徵狀是怎樣怎樣 已經有初步的資料 因應現在的事情發展 這幾天也有些新的發展 所以我們會再做一個更新的提示 或者指引給我們天馬艦工作的同工 譬如包括現在的發驗進度是怎樣 風險評估是怎樣 或者可以做什麼去減低這個風險 會不會是可以用水喉等等這些問題 我們都會放在這些解答裏面 希望就是盡量做好 和我們在天馬艦做事的員工 保持密切的溝通 我想在這個環節 我就停一停交給我身邊這位梁處長 就講講在工程上 我們這幾天和將來 這個星期會做的工作 麻煩你 就在上個星期 我們收到衛生防護中心的初步發言結果之後 我們在星期五的晚上 即是12月30日 我們就在政府總部的東翼和西翼的天面水缸 和相連的喉管 我們做了一次清洗和消毒的工作 整個過程其實是做了我們三天 在昨晚的晚上時間 我們就完成了在東翼、西翼、水缸和喉管的清洗工作 因為今早我們都知道有一些初步的報告 在其他的樓層發言到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安排在立法會 也會做一個同樣的清洗和消毒的工作 就在關於一字樓的餐廳和在iBakery的店裡 我們會在今晚也開始清洗和消毒工作 至於行政長官的辦公室和樓層 我們現在和行政長官的辦公室聯絡 我們都希望盡快今天可以 我們希望今天都可以盡快 安排清洗和消毒的工作 或者我講幾句 是關於我們政府大樓這段時間做了什麼預防工作 我們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給我們的意見 過去一段時間都做了一些預防工作 包括哪幾方面呢 就是譬如我們所有樓層的水務間 我們都安裝了那個淚水器的 亦都是每一層的洗手間和大堂 我們都安排了有那些液體 給同事是可以用的 在這方面除了這裏 好像剛才曾醫生說 我們都是有些信息 是關於給那些同事聽 讓他們了解清楚一點 這個病情的症狀是什麼 要特別注意什麼 也都上個禮拜 衛生防護中心都搞了一個講座 給那些同事 把那些信息帶回去各部 是和那些同事分享的 最重要的是 剛剛建築處長都說過 這個週末 剛剛做完 就是清洗那個水缸 還有那些水喉 是用這個方法 是可以撤除這些問題出現的 為了那些同事安心 之後呢 也都會做些抽氧 去再看看水板 也都正說 阿曾醫生都說過 就是說 那些同事呢 也都有更生的指引 是再提醒那些同事 是要注意 他那個個人衛生 各方面 和各方面的措施的 那我們收到這些資料 會是再發放給那些同事 亦都這些資料呢 我們呢 亦都是給了立法會秘書處的 因為他們都會是有員工的 那我相信這些資料呢 他們都希望那些同事都可以得到的 那我們是安排這些資料呢 也都是會和立法會秘書處那裏 去給他們呢 可以使用的 那有些什麼在這方面的 大家可以共用的資料呢 我們都會安排 是會和立法會秘書處那裏去交換的 那或者是主要我在這裏 有這個交代給大家 提問之前 我請珍珍了一個總結